大家好,我是老圣 今天我们遇到一个客户 家里热水器报警停机,没有热水 这个热水器呢,是RAM的 Gaswell是White Rogers的 我们到现场发现 热水器的报警是两边的灯亮 那我们查一下这个报警代码是 Flingball Vipers Near Water Heater Control in Lockout 这说明在转感器附近可能有异味 转感器在热水器的下方 我们找到后检测一下 并没有发现附近有天然气泄露 所以我们就需要给这个报警器进行复位 那这个报警器如何复位呢 我们在下面的视频会做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本频道的所有维修视频仅用于学习使用 涉及到天然气设备的维修 必须按照相关的规定 由持盘的机工才能阵行 否则后果自负 首先我们要关闭电源 之后再打开电源 那关闭电源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在热水器上方的排烟马达上 有一个开关 可以用这个开关控制电源的开合关 第二种方法是 直接可以把电源擦头拔下来 再擦回去 进行通电和断电的控制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 像这种White Rogers的Guest Valve 在出现两边的灯亮 报警的时候 应该如何复位 第一步 把电源关闭 十秒后再打开 不管您使用方法一 还是方法二 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但是有时候 热水器本身并没有电源开关 那就需要拔擦电源的擦头 第二步 重新通电后 两边报警灯亮 这个时候 我们同时按下左右箭头 直到最左边的绿灯开始闪烁 第三步 这个时候 按照以下顺序 按左右箭头 左右 左左右 左右 全亮了 这就reset了吗 按完之后 所有的灯都会亮 最后 只要大家看到 所有的灯都亮了 就表示复位成功了 这个时候 我们会听到 上面的排压马达启动的声音 让我们从下面的观察孔 往里看 等待点火器点火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点火器已经发亮 在点火器最亮的时候 系统就开始自动点火 好 大伙已经点着了 这样 我们今天的维修 就结束了 我们今天的部分视频 是由客户小刘提供的 再次表示感谢 美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